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我是林书伟 我们这一小时的最正点来宾呢 邀请到了是长庚科大的老师 李可珊老师 老师好 大家好 还有来自于台东力道部落的两位青少年 古思琪 思琪好 你好 邱嘉诚 你好 你们两位算害羞吗 没有 没有好 那把平常的本色展现出来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可珊老师又再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好 我们之前访问过可珊老师 那很多听众朋友对当时的访问是很感动的 因为可珊老师他在这个台东的力道部落 一耕耘就耕耘了三十年的时间 当时在台大外文系就读的时候 因为参加了这个应该算是服务的 对 山地服务 山地服务 对 然后解下了不解之缘 是 那老师你今天带两位孩子来 有什么样子想要孩子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吗 有啊 其实这两位孩子都是我当时上山的时候 他们的爸爸都还好年轻哦 都还没有结婚 所以他们的爸爸当时就是还不知道未来会不会结婚 或者是会生几个小孩 都不晓得 哇 然后看了的这两个小孩就是长大 对啊 看他们一路的长大 像思琪的话上去的时候大概五六岁吧 其实我都搞不太清楚哦 应该五六岁很小 然后慢慢到现在 所以想要跟大家其实分享一下 他们从部落到平地 从台湾到国外 这一路他们如何坚持 然后走到现在 OK 好 两个这个青年青少女哦 事实上刚刚在这个等候我们录音的时候 他们表现了落落大方 但是呢 有一点腼腆 那我刚刚说 哎 你们今天下午是不是去做一件很艰巨的工作 就是要录音 啊 为什么要录音呢 老师 其实他们非常希望能够传承自己的文化 除此之外 你说一传承自己的文化在部落做就好了 可是有好多布农族的孩子可能已经到平地求学了嘛 对自己的歌谣啊 传统的记忆歌曲没有这么清楚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录制这样的专辑 让不在部落的布农族的孩子也可以听到 进而学习 然后加以亲近自己的文化 哦 所以两位像思琪 呃 像你们部落的呃 这个语言的部分 你们都还是会说吗 只会讲一点点 只会讲一点点 但是会觉得有点担心说 如果万一更年轻的弟弟妹妹都不会讲了 会担心吗 会啊 会就无法跟老人沟通啊 是吗 对啊 所以你们村里的那个老人家还是讲母语比较多吗 嗯 哦 是 那像加成呢 我刚刚讲说你们之前去录音嘛 你们想要把这个你们的文化给传承下来 让更多人知道 那刚刚的录音你们还一切顺利吗 你会觉得很感动吗 呃 有时候那个就是有共鸣的时候 会被自己的歌声给感动到 是吗 对 然后刚刚其中一首歌录的比较久 嗯 就是因为呃 一直没有抓到那个感觉 嗯 还有就是录音师嗯 就是觉得我们有一些段没有唱得很好这样子 哦 就是还可以再唱更好 就是因为他听过我们唱最好的一次 在山上唱过 哦 对对对 所以他觉得他可以再唱得更好一点 对 是 嗯 好 所以呃 像你们呃 在这个力道部落齁 你们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那是在哪一个位置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部落 你们可以形容一下那个部落吗 因为搞不好很多的听众朋友 也没有到过那个地方 他的位置来我告诉你们 我有一个资料 他在南恒公路台20线175.5公里海拔 约1068公尺处 听说这一片开满了枇杷是不是啊 很久以前 野琵琶 很久以前有野琵琶 嗯 那你们现在部落有多少户人家 多少个人 你们有算过吗 没有 没有 多少户没有 嗯 人应该有差不多快300左右 快300哦 大致 这也是一个迷你的部落 嗯 像可真老师 你爱上这个力道部落的原因是 是因为当然你有你的热忱 跟你想要能够给他们一些 让他们可以有所改变的东西 但是当然那个地方也是很美的 对不对 他 嗯 很美 超美 对 但是他现在很难到达 很难到达 嗯 因为道路的关系 然后常常有管制 以前他是南恒公路上 我觉得最美的一个部落 嗯 在山里头 然后眼闪出来的一块平地 嗯 冬天的时候云雾缭绕 嗯 然后夏天的时候 天空就是银河都看得很清楚 夏夜里银河看得很清楚 星星很像是 嗯 就是堆满天的感觉 是啊 哦 但是一般人现在要去 立造部落是很难进去的 因为道路目前在修嘛 哦 然后所以自从 自从八八风灾以后 其实状况就一直不好 嗯 所以一直都在修 然后管制的时间很长 开放的时间很短 嗯 所以大部分的人就都不会往那边去了 哦 好 好那像呃斯琪跟嘉诚你们 呃离开部落的时间你们 呃到别的城市去念书是几岁啊 差不多十三十四 十三十四岁到哪里去念书 就是到下面的国中 到下面的国中 要要走路吗还是 没有就是之前都会坐巴士啦 就是公车 哦 然后现在因为道路施工啊都 现在都改做 把爸爸他们都自己送我们下去 自己送你们下去 对 OK好那嘉诚呢 嗯 我也这样就是从国中开始 高中就在花莲 对 高中就在花莲去了 对然后到台北读大学这样 哦 所以也是加成算是呃离开家里到外地去求学的时间还蛮长的 对对对 哦 OK 但是现在还是常常回到部落去 就是廉价的时候吧 呃可能放三天放四天的时候 嗯 要不然就是都会努力把课排在一二三四 然后进两礼拜五就可以回去这样 OK 对对对 那你的台北的同学会不会对你的家乡也很好奇 嗯 一开始吧 嗯 对对对 可是我一直不推荐他们往上走 为什么 太辛苦了吗 因为主要是路程太久 嗯 那我也会拿 虽然说我会拿照片给他们看 然后他们就会说 哦那就是可能 暑假寒假找个时间上去 然后就会讲说 你们确定要上去吗 然后就开始跟他们分析说 哦搭车可能 哎搭火车就要搭多久啊 搭公车就要搭多久 然后如果你在路上吐的话 我不会管你 就类似这样子 哦 那可珊老师呢 他一待待三十年了 你们对可珊老师的想法是什么 他从你们爸爸妈妈那一代就看到现在 你们怎么看可珊老师啊 我很好奇 因为我上次 呃访问可珊老师的时候 我真的对可珊老师是 又敬佩 又觉得他做的事情很令人感动 因为一般 就是说 呃有很好的选择的人 他可以不用到力道部落去嘛 可是他这样一去一待三十年 你们的想法是什么 可珊老师 他像家人吧 嗯 不是吧 就是是 他就是家人 他是家人 嗯 因为 嗯 他从我小时候然后看到现在 然后感觉我的成长一路上 也有他的陪伴 嗯 然后有一部 也有一部分也是他 那你如果有一些困难或是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会想跟可珊老师讨论吗 会啊 会有一些比较私密的问题吗 当然 哈哈哈哈哈哈 是的那种就不会了 是的 哈哈哈哈 那家成呢 你怎么看可珊老师 呃就是 呃别人问的话 我都会讲说 就是像第二个嘛 是不是 因为从我 从国小开始就 就慢慢看到他 然后 从我国中快高中的时候 老师就 把 长根科达带过来 嗯 对对对 然后就带了他的学生 嗯 就带过来 然后那时候应该是 快高中的时候吧 还是高中了 嗯 就等于就是 就是跟实际讲的一样 就是我的成长过程 就几乎都是 就是可珊老师看着我长大 还有他的儿子们 还有女儿 在我成长过程中 也陪伴着我这样子 对对对 那你们会觉得可珊老师 很奇怪吗 他为什么要一直往你们部落走 会吗 不会 你们就觉得很自然 不会啊 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没有想过 没有想过 哈哈哈哈 因为 因为他明明 就是在台北过得好好的啊 那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 到你们部落去 可见他很爱你们部落 对不对 你们会拥抱他说 可珊老师 谢谢你会吗 哈哈哈哈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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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感谢在心里 对啊 我们不擅长表达 就感觉表达出来 会觉得很恶心 真的啊 但是你们的表达 应该都是在你们的歌声 或是在你们的某些表现表演当中 可以看到你们充沛的感情 对啊 嗯 那可珊老师 其实想要带你们去 世界各地去看看 我想是 呃 对你们的演技啊 对你的人生 会有很大的改变 好 那可珊老师 你带他们去哪里看看啊 嗯 2015年的时候 是带他们到日本去参加 第20 第23届的世界同军大露营 嗯 世界同军大露营 当时他们两位有去吗 有 世界同军大露营 日本两位都有去 有有 对 哦 那个时候嘉诚就是担任 国际志工的角色 因为那个时候 他就已经超过了18岁 哦 然后思琦那个时候 是同军的身份 嗯 OK 好 那 呃 一定有非常多的分享哦 在2015年参加日本的 世界同军大露营 这是两位第一次出国吗 诶 不是 第二次 第二次 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是去 嗯 去南京 然后被别人邀请表演 哦 也是表演 嗯 哦 我是去北京 你是去北京 然后也是表演 那你们表演都是表演歌唱吗 布农族的歌唱吗 传统记忆歌谣 还有 还有童谣 哦 所以你们也蛮见过世面的 哈哈哈哈 好 那我们等一下回来 来聊聊你们的这个同军大露营 同军大露营 一定非常特别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的经验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 我们继续访问的是长庚科大的老师 李可珊老师 带着台东力道部落的两位年轻人 古思琦跟邱嘉诚来聊聊 他们前进世界同军大露营 有什么样的心得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今天在我面前有两位非常可爱的 的青年 哈哈哈哈 不要说孩子了 他们现在应该不想要叫他孩子 我女儿现在13岁 已经不能让我叫他孩子了 然后还有这个长庚科大的 李可珊老师 那我面前的两位是古思琦 还有邱嘉诚他们前进了世界同军大露营 那刚才可珊老师说 你带了他们去参加了日本的第23届的世界同军大露营 当时有这样的契机是因为 你想要带他们去看不一样的世界 是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晓得 在前一年2014年的时候晓得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时候 我就非常的心动 因为我觉得同军在户外生活的这个部分 其实是跟原住民山林生活这个元素是非常相合的 所以想利用这样的机会训练他们带他们出去 主要是希望他们能够为一个目标努力 只要就是朝这个目标努力坚持下去 这个梦想就有成真的一天 其实我想要传达这样的一个讯息给他们 好那当时两位像加成跟思琦 知道说有这样的机会的话 非常的兴奋吗加成 兴奋吗 应该讲说好奇战比较多吧 就是对于这个活动 还有对于去日本就是好奇心很重 好奇心很重 那要训练哪些部分啊 训练哪些部分 主要是因为我们其实那时候 就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还没有就是没有真正加入过同军 也没有接触过同军 主要训练是就是同军的纪律啊 还有一些神结方面 对还有同军怎么使用他们的器具 还有他们的帐篷有自己的就是搭的方式这样子 对你们来讲应该不难 你们在部落里头生活 这个应该要学习很久吗 不难是不难 但是怎么样 主要是就是有些地方就是太自私了 哦 所以我们学起来会很 就是没有受到很痛苦 可是就是大家都在皱眉头 就是因为他有非常自私的一个规定是不是 例如什么就打那个结吗 打结还有就是披木头 我们披木头就是直接拿着斧头 就直接用力披下去 可是他们的木头是要跪着披 跪着披 对 就是 全世界的同军披木头都是跪着披哦 我是不知道啦 就是 这样讲的 是吗 葛珊老师 披木头这个 对啊 因为他们身上都要披木头 因为冬天的时候 对他们来说 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不是 只是说要学着用同军的方式披木头就困难了 对 跪着披 那跪着披比较好披还是你随便披比较好披 我们自己披会比较好披 哈哈哈哈哈哈 那整个受训的时间要花很长吗 寒暑假就是挑几天去这样子 因为还要再配合就是同军他们的时间这样 对对对 那思琴呢 你那时候就真的是同军啦 因为 家臣是志工了嘛 那时候已经18岁 那你就同军了耶 你就是 小学生是不是 没有 我那时候就 我那时候就 我那时候就十五岁 国中 国二了 喔 国二了喔 嗯 会觉得很艰困吗 过程中会有点难 因为你爹是接触这个东西 然后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而且你一看你喜欢穿同军服吗 我觉得不喜欢 因为你们比较奔放嘛 对不对 对 然后同军服穿的也有它穿的方式 对不对 嗯 哦 但是你又有个目标说 你们要去日本参加同军大露营 对啊 嗯 那那你觉得最困难是什么 像刚才家臣说批柴 那你觉得嘞 你的部分是 哪一个部分你觉得很困难 刚开始是觉得 因为大家都 各地 就是都在外面读书 然后也也没有在同一所学校 哦 然后所以很多就是很 很少的 大家要聚集在一起 对然后很难 然后你因为要把自己的时间 空出来 然后聚在一起 那个时间点就觉得 要把自己的时间 嗯 就是就是大家要瞧一个 都可以的时间 对 其实训练就是这样 因为它就是要有 纪律 然后大家要团体 嗯 哦 那像当时去了多少个孩子啊 那是2015年 去了36个孩子 36个孩子 哇 然后在家邱嘉诚 他是 他不算 他是志工 对那时候是志工 唯一一个大志工 就只有他一个 另外还有个服务队的姐姐 哦 对自费前往 因为担心他们在那边嘛 所以他自费前往 就是帮忙带他们 哦 OK 好 那所以36个 就像刚才这个 思琪讲的 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学校 然后要聚集在一起 其实也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实最辛苦应该是老师 对 对不对 老师 他明明 我要再讲一遍 明明在台北可以好好的生活 他干嘛呢 为什么给自己找那么多麻烦呢 要帮这些部落的孩子 去参加什么日本童军大露营的 对不对 因为他根本没有假日 所以他等于就是平常自己的本业工作之外 他就带着他的家人 带着他的孩子 还有他老公一直很支持 然后才会不想 不然家里大概也分崩离析了吧 那促成当时的一个日本童军大露营 你们在现场看到了什么 加成 你到那个日本去看童军大露营 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童军这么大的一个露营 对对对 很壮观吗 应该是在集合的时候很壮观 因为平常大家都是分散的 对对对 那在集合的时候就是各国 就是那时候是三万多快四万人 哇塞 都穿着童军服 对对都穿着童军服 各国的童军服 超酷的耶 就是很壮观 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志工是没办法到前面的 所以就是都站在后面 所以就是一栏无一这样子 所以你有没有很想要变小 就是可以走到前面去 那时候啦 就是在去日本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很想要就是跟着大家一起跑 因为那时候只有我一个跟另外一个姐姐 对对对 所以我那时候很想要跟着大家一起跑 可是那时候是18岁多 哦就超过了一点点 对对对对 所以在那个日本大露营的时候 那思琪你应该印象很深刻啊对不对 人很多还是你觉得好挤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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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四季讲话很老实 哈哈哈哈哈哈哈 嗯就 因为我们第一次开幕 就是坐在中间的时候 你会是坐在草地上吗 就有草地又有灰土 哦哦哦哦哦哦 然后你就坐在中间的时候 你会看着大家拿着自己国家的国旗 那边挥来挥去 然后欢呼 然后走进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 越来越来越台湾以外 还有这么多个国家 还有这么多的国家 嗯 那呃 在现场的大露营 就是你们要自己 去把自己的帐篷给搭起来 对啊 但他那个要比赛吗 不用 就是自己搭自己的 对 然后有什么交流 你你们跟国外的 那个同军有什么交流 就是我们 我们都会有一些活动 就是比如说 文化 文化节庆啊 然后 他有文化村 然后可以去那边看 其他国家的文化 哦 听说你对巴西文化印象深刻是不是 对啊 为什么 嗯 我觉得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很向往 巴西的那个领巾 哦真的 因为他们领巾很漂亮吗 就他们领巾是那种建成 可是 你后 你去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们的领巾 就很像他们的国旗一样 哦 绿色然后黄色 然后这么慢慢建成下去 是是是是 所以你们觉得他领巾很美 那你们最后可以交换吗 可以啊 可是 他都不怎么交换 因为 他 哈哈哈 哈哈哈 因为那 他他他要交换的时候 他就是想要我们更多东西 因为那个巴西领巾是这个 全 全领巾里面最好看的 哦 他们也知道他们的领巾很受欢迎 对 就对了 那你知道巴西什么最有名吗 森巴谷啊 然后 嗯 足球 对 哦 对 你知道世足赛的时候 巴西也是很多人瞩目的 因为他们足球员也是蛮帅的 对啊 哈哈哈哈哈哈 好 那 那 那像思琦可以在前面去做这个活动 那加成呢 你们这个国际志工要做什么 主要是服务就是 营区里面的 各个人 不管是进来的高官啊 因为有些有限官会去去参观 然后 最主要服务的就是服务那个就是同军他们 哦 是 那这一些去的这一些 呃 来自于部落的这些 呃 学弟学妹们 他们有给你什么样子的回馈想法吗 就是他们参加这个 呃 同军大露营 你有看到他们眼神的闪烁吗 还是看到眼神的恐惧 哈哈 就是 因为我几乎每一天都会跑过去他们的营区那边睡 哦 不喜欢睡在我我们自己的 哦 国际志工的营区 有什么差别 就是 嗯 看到他们的时候都很开心啊 哦 对而且 每次去的时候他们 几乎都是在笑的 真的哦 对对对就是每一天 就是从头玩到尾 哦 所以你会觉得他们都是很 满心喜悦在参加这个 对对对就是全新投入在里面对 那 去几天啊 17天吗 16 迎期是12天我们还有旅游 嗯 对 哇 是16 7天 很累吧 累吗 师姐 嗯 我会累可是会热 热 对那那边真的很热没有风 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真的很可爱耶 那你晚上洗澡怎么洗啊 我们都我们都晚上都 带着那个手提灯啊 然后去 因为每个影区带会有那个大众浴 或者是男女浴 哦 然后我们都我们通常都去大众浴那边玩水 哦 就很热的时候啊 然后就在那边玩水 你们你们你们到日本去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因为你是第一次去日本嘛 对不对 那你们之前去日本 呃之前也听过很多关于日本的一些描述啦 那你真正去的话 因为你们去的当然不是像东京啊 呃大阪这种就是都市 比较都市的地方 你们去的是什么地点 福岡那边的一个海浦新生地 海浦新生地 OK 所以就是一大片海浦新生地 是 哦 那应该很干净吧 嗯 去的时候很干净 离开的时候 离开的时候 你们该垃圾都要剪吧 哈哈哈 哎 我很难想象同军大露营的画面耶 因为我要访问你们之前我看过那画面 我就觉得哇塞 看着我这个血脉喷脏你知道吗 看着好激情哦 觉得哇塞 这画面也太壮观了吧 因为全部都穿各国自己的那种同军服 然后就是要表演嘛 互动嘛 嗯 然后也要整齐画一去展现你们的同军自律的精神 其实满感人的耶 嗯 老师你在现场看应该 现在眼泪也煞食要流下来了吧 对啊 他们 虽然很热 那他们真的就是虽然很热 但是 或者是纪律啊 不管就是我们先前订的一些规定啊 然后纪律的遵守啦 嗯 然后互相之间的合作啦 其实都让我非常的感动 因为互相要合作的不对 对啊 同军就是要合作嘛 哦 那那思琪就是在当中就是合作就是跟自己的同团人合作 也要跟别的国家人做互动吧 是吗 嗯 会啊 会嘛 嗯 好 那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要跟很多的听众朋友分享 其实2019年又有一个机会了 2019年我们要再次沉着希望带领部落的孩子 远征美国西维吉尼亚州参加全球第二十四届的世界同军大露营 所以大露营是四年一次 是 哇 二十四届的世界同军大露营 这次远在美国耶 那二十三岁的家长还能再参加吗 十八岁以上都可以 都是国际志工 对 哦 诶 那思琪已经十八岁了 对啊 那你要变成国际志工了 对啊 不用穿制服了是不是 还是要穿 一样要穿 一样要穿 哦 那你觉得你比较想当国际志工 还是同军在里头 参与 同军吧 同军哦 哦 OK 你可以把你的经验传承给要去参加的这一些 学弟学妹 对啊 弟弟妹妹 好 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就跟大家再来分享哦 我们怎么样来参与这件事情让孩子们梦想起飞马上回来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长庚科大的李可珊老师跟古思琪还有邱嘉诚他们是来自于台东力道部落的青年啊 他们在2015年的时候前进到日本参加了这个世界同军大露营 那你说部落的孩子要前进到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上去哦 其实他要经过的心理素质的建立啦 然后各种各样技能的培训啦 也是一段这个蛮蛮需要你的各方面的一个投入好的一件事情 那既然思琪四年前对不对你2015年有去嘛 那你们当时有跟可珊老师说老师我们2019还要再去吗 你们当时有这样讲吗 有啊这不是我问的啦这是别的别的同学问的他怎么问法 那就很很热的天气然后问老师很热的天气问老师说什么 问老师说我们还可以参加2019吗 这么热还问得出来哦 这么热应该讲老师我们2019不要去了吧 他这么问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他为什么想要这么问 或许是觉得2015年还认识不够很多国家 然后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是想要回馈 然后帮帮帮帮助其他人 那那嘉诚因为也在现场嘛 见证了这一群这个学弟妹们 那你回忆得起他们当时什么想法吗 他们有一些人是讲说就是他们也想要带 部落里面的弟弟妹妹去看看外面长怎么样 因为他们有机会就是可以到日本去 但他们也希望有机会可以再带弟弟妹妹到别的地方去 去看什么叫做世界什么叫做世界同军大露营 对对对 哦 那可三老师又听进去了 你为什么没有假装没听到呢 他们对我来讲就像孩子 然后孩子许了一个愿望 那我就觉得好像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应该帮他们完成 尤其他们那个时候讲了2015年我们出来的时候 受了这么多人的帮忙 我希望四年以后我们可以去美国帮助大家 来办理这个活动 这是对社会的一种回馈 孩子讲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感动 因为他们想到了这一层 所以就继续下去了 好所以2019年的7月对不对 是7月 好那需要很多朋友的协助 然后让这些孩子可以展示 然后到美国去展现他们的热情 然后他们的勇敢 好那要怎么帮助啊 我们现在在贝果的募资平台上 有一个募资的活动 还剩下最后一点点 总共是100万 我们现在剩下最后一点点 20几万 希望大家可以上贝果的募资平台 去捐献 然后帮助这些孩子完成梦想 那另外的话 我们双月 双月关怀成长协会 还做其他很多的事情 如果您认同我们的活动 您认同我们所做的事情 也欢迎上我们的官网 上面有我们的账户 能够 如果没有时间参加我们的活动 可以透过捐钱来帮助 来帮助这些孩子去接受一些培训 继续去走他们人生的旅程 完成他们自己想要的梦想 其实我之前访问可珊老师的时候 我内心很触动的原因是 可珊老师说 他在服务部落的时候 以前你的经验是 可能有一些遗憾的事情会发生 例如说 他们的医疗比较没那么好 或者是教育没有办法这么完全 因为孩子你说 像嘉诚也是 他到花莲去念书 到台北去念书 他可能就没有办法留在家乡 那留在家乡的可能就是老人家 那事实上可珊老师就是希望 孩子可以有目标 我们没有办法选择 我们在哪里出生 可是可以让孩子有相对等的一些机会 所以他们可以有目标 然后有梦想 让他们看到这个世界 那他们也可以有能力去回馈 然后让弟弟妹妹 让部落的更多人 因为我们上次让可珊老师聊到 其实不只是力道部落 其实现在扩及的蛮多的部落了 对不对 海端乡整个还有 现在有牡丹乡的孩子参与 对啊 所以就是我们这一次也是透过可珊老师 还有邱嘉诚还有古思琪 也特别来到我们的这个录音间 来跟大家分享说他们这一次 2019年 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助孩子圆梦 那现在目资平台上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梦想 就是让大家去帮助 那你当然要认可这个梦想 你认可这个梦想 那孩子去参加了这个世界同军大露营之后 我想他们的获得是无可想象的 那像嘉诚你自己发现啦 很多弟弟妹妹去参加了这个同军露营之后 你觉得他们有什么改变吗 更勇敢 应该讲说厨师方面吧 哦 对因为就是他们跟其他同军接触之后 就是可以了解到就是像他们对面的营区 对面住的就是日本 那日本他们就是 嗯 纪律比我们还要演 嗯 对对对就是做什么事情 那个就是他们的头都会带着 嗯 然后他们的隔壁是 嗯 隔壁是 意大利 对对对 隔壁是意大利 风格应该很不一样吧 对对对就是比较开放 就是就是 几乎可以看到他们任何时间都会跑来跑去 对那 我觉得他们学的主要最多的是就是 他们 嗯 看到日本怎么怎么 就是他们的 日本他们怎么对人啊 然后他们就学一些 嗯 然后看到其他国家怎么对人 他们也会学一些 嗯 那等到回来之后 他们就以那些态度 就是对他们的弟弟妹妹 也会对他们的家长这样子 嗯 你们在这个露营童军大会的时候 你们表演的是什么啊 嗯 我们表演就是我们自己传统的文化 歌谣 文化歌谣 嗯 OK 那别的国家的这个同军 应该看到你们表演也是很赞赏吧 有没有觉得很稀奇 因为你们你们是可以穿自己的服装表演吗 对我们那时候别人都穿自己的传统服 哦 就表演的时候就可以脱下同军服穿自己的表演服 对啊 哦 是 那这一次就是如果有机会啦 因为还剩下一点点 临门一脚 就可以真的 准备 197月要到美国的维吉尼亚州参加世界同军大露营 那这些弟弟妹妹他们很兴奋吗 他们很兴奋 嗯 就是时间快要到了 然后他们就是那个新的好奇心就会开始慢慢冲上来 会很希望赶快赶快2019然后赶快去 哦 那他们在训练方面呢 训练方面你会给他们一些意见吗 我觉得他们比我们之前还要积极 哦 因为他们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有些人就是到的时候 都会想到很多就是很多事情 可是他们他们这一次的第一名他们就是 他们都很愿意花时间然后过来培训 然后无论地点在台北还是在台东 还是在别人的部落 他们都很乐意上很乐意上来 然后跟大家一起训练 然后聚在一起很欢乐 嗯真的很棒 而且这一次要远真的是更远的地方 之前日本坐飞机几个小时就到了 但是到美国坐的路程是很远的 那可能身体上面的调整啦 心情上面的调整 然后技能上面的这个再练习都都需要 那老师你觉得他们准备好了吗 我觉得他们态度上准备好了 技能上也差不多了 就剩下最后一点点就是英文要再加强 就成了 英文再加强 所以加成你到那边有讲到 你在日本的时候讲什么 讲英文啊 OK吗 有些困难 主要是因为日本的英文就是咬字不一样 就是发音不太一样 对 可是我们的头他讲的特别快 哦 对所以就是我还要去问隔壁的讲说 可不可以 那个就是简单一点的跟我讲说 他刚刚讲的什么 对对对 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完整的听出来一段句子 所以像英文的部分这些弟弟妹妹 他们有都在加紧练习吗 有啊 他们 他们想要参加老师的引队活动的话 他们就会跟着老师邀请的老师一起上英文课 嗯 比在学校上课上英文要认真吧 有 超认真 对不对 因为他有个目标啊 有动机就会学习的更好 所以我们需要大家的帮忙 那老师可以再跟我们讲一遍 要到哪里去参加这个募资活动呢 到贝果 贝果平台 对 嗯嗯嗯 好1月31号就截止了 所以还只剩下一个礼拜的时间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好的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那李可珊老师呢 他是长庚科大的老师哦 他其实在念台大的时候 就已经奉献了呃他的服务 精神在呃力道部落 那之后他带着他的学生 好也前进到力道部落去 那现在扩及了更多的部落 他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部落的孩子 好能够有更多平等的机会 然后走出台湾呃放眼世界 让他们有更棒的眼界 好那我相信这些孩子也会带回部落 他们的学习啊 这个就是一个很良善的循环 那最后还是要请呃 呃邱嘉诚还有古思琪 再来跟我们哈哈 这个嗯应该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帮助你们完成这个梦想 对不对 因为2019年的世界同军大露营 呃你们需要群众募资 还有一点点临门一角需要大家的帮忙 那呃呃这么多的孩子已经磨刀霍霍 已经都在准备了哈 那希望大家可以帮忙来嘉诚 嗯希望大家可以到平台上面去给你们呃支持 对不对 嗯呃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像刚刚老师讲的去贝果木制平台 嗯嗯就是帮助我们完成这个计划 那嗯我们也会就是将自己的就是这些成果啊 还有那个就是这几年努力的努力的东西就是放给大家看 是就是让大家觉得让大家不会觉得说自己的自己的那个就是捐赠的没有 对没有没有白费嗯对不对好 因为说实在的就是呃在整个的要参加世界同军大露营当中呃你们的受训呃 你们所需要具备的技能然后你们在呃布农文化上面你们需要去做一些展演 然后把最好一面展现给别人看都需要很多的心力啦齁那你们也需要很努力 对不对很坚持因为他其实也蛮辛苦的 说实在你会觉得听起来哇好大的一个活动 但事实上其实也蛮辛苦的好像刚才 思琪有说在日本的那个天气这么热快40度耶 好嗯到美国围挤亚洲可能没那么热吧嗯稍微好一点点 对那呃呃需要需要让这些孩子呃在从中可以呃有更好的一个一个 一个学习然后重点是嗯他的力量会是你无所预期的对对不对 嗯那当然这些孩子也是呃一步一脚印啦他们不会浪费很多呃 帮助他们的人给他们的一些支持的嗯嗯好那老师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话跟我们分享呢嗯 我觉得啦给青少青少年定了一个目标就是他人生的梦想 我们协助这群青少年完成这个梦想其实也是给了其他的孩子一个梦想 因为只要努力只要坚持其实没有做不到的希望社会大众能够鼓励他们支持他们嗯好 双药关怀成长协会2019年世界同军大露营群众募资呃希望带着陆落的弟弟妹妹好朝向2019的世界同军大露营 然后起飞前还有最后一礼物需要大家的一句之力那事实上我今天在面前虽然思琪一直很腼腆 可是我看到思琪嗯他的纯真也好或是他在中间的学习 虽然他没有办法非常的完整的去描述他所经历过但我相信还有像嘉诚他的口条非常好 嘉诚就是你看他现在才二十出头耶嗯那也是一样可珊老师看着他长大嗯对 那嗯这一点一滴的累积就会有一些微小的力量发光 然后让这些部落的孩子可以更有成就感嗯然后团队荣誉对不对服务精神嗯 他其实就是一个回馈的良善循环所以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2019世界同军大露营 希望你们能够成功的成型然后呢希望这次慕斯非常的成功到时候2019年7月你们到了美国去之后呢 我们回来好再来做一个分享好不好谢谢祝福你们祝福你们好谢谢 谢谢接下两小时锁定光琴姐的pop抢线包